袁亞倫在信息裡 因為經紀人的身亡 失去了心靈寄託 因緣際會下 加入邀請要的邪教組織 承認自己害怕寂寞 很軟弱 需要愛 就要接受到那種天啟的時候 會有一些發作震動的時候 我會從我真正看過這些人身上 去找這些樣子 我們有一起看一些 就是那種國外那種 步道大會的紀錄片 那其實在看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矛盾的地方 有些懷疑自己的 曾經要結束自己的 因為這個教 或是這個人的魅力被挽救 沒有什麼不好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直會有這個矛盾 劇情呈現遇到困境的人 經歷掙扎找尋出路的過程 也是台灣第一部邪教犯罪影集 兩位男主角參考國外紀錄片 和類似的影視作品 是炎亞倫相隔兩年主演的電視劇 有一種錯覺就是 到底這個 洛英老師是不是在寫我這樣子 但他有給我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 說這不是你 那這其實對我來說有幫助 是因為我很害怕 如果我真的太貼近他的時候 我有時候分不清楚 到底我在幹嘛 然後這一次合作 我真的覺得 看完播出我真的覺得 他真的太厲害了 被影帝說厲害 不是真的真的 他很願意大家去進到他心裡面 就是為了這齣戲 他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他曾經經歷過的 所以那一刻我就覺得 哇 因為他是一個這麼無私 這麼願意分享的人 兩位都是金鐘獎得主 姚春耀在兩年前拿下勢地 炎亞倫則是主持人獎 不會演期待這部戲 能角逐戲劇類獎項 全方位發展 多七多七 對 一夫不能多七 但是影視歌可以三七